今天沿蕭姐啊 通常就是不能向人家借錢 錢也不要借人家 因為你沿蕭姐向人借錢 一年向外援 就是整年都要求錢 所以今天最機會就是不要借錢 也不要借錢給人家 還有不要剪合法 因為剪的就是花 要把運氣加掉 等下個禮拜再剪就可以了 今天也是過年最後的一個過年尾聲 就沿蕭就圓滿的意思 所以今天想求貴人 求姻緣的人 是非常有效 你可以在下午4點到晚上11點 那就雙手合鼠向月亮祈求祈可 向天祈求祈可 天官束縛 第一個上元節祭拜三官大帝 他的三官廟出門就寫 三元洗浮 今天是上元 所以今天的儲藏正能量是最強 但是大家別忘了 你要求財求福啊 求健康啊 重點就是要洗福 要秀福啊 大家要互相尊重 你要尊重人家 人家才會尊重你 才天才可能束福給你 三官大帝聖日就是追尊的天官 那第一個月園的時候 要來拜三官大帝天官束縛 最好是在這個 全埔崙語言 第一個月園的日子 所以要求園求姻緣 求財運 求健康 天官束縛 當年我生不去 利用今天就是天官束縛 全部都是拜贏的 圓滿的意思 所以今天最好要祭拜的東西 就是圓寫的第一個月園 所以祈求大家都能夠帶來好運 一般喔 小孩子 一般來完銷天官束縛 一年的開始 最年的一季 就是要求這兩位大季 這麼前程 這麼久有東西 一般在拜拜 因為天官束縛 大家就是要下去 要不然兩天好 在那裡還來還來 那一點效果都沒有 要生生生困 就是要求這兩個大桌 這是真正在拜拜的鼓勵